公安被爆出住在五千萬豪宅 儘管男友李中廷聲稱 自己是以每個月五萬元租金 乘租其中一間套房 但仍引發質疑金額不符合行情 而現在柯文哲前攝影官潘俊玲更踢爆 類似手法早在二零一八年就上演 中校東路黨部那個我還在的時候 我很清楚的知道 屋主放了兩個辦公桌在那裡 上面放了文具 那間辦公室從二零一八弄到二零二一吧 我從來沒有看到屋主的人在那邊辦公 前柯文哲木道爆料 民眾黨過去使用中校東路上這棟大樓 一百多坪的空間當成辦公室 也是以分租的形式被酸分租 在民眾黨早有先例 潘俊玲更在臉書po文補充 二零一八年柯文哲競選連任時 因為團隊內文宣和組織部門不對盤 於是有人提供中校東路上的 里座大樓辦公室 讓他帶著組織部成員進駐 後期活動部也進駐 等於是用分租名義乘租一個空間當作黨部 更質疑租金恐怕比李宗廷的五萬元還要低 就是這個租金上 讓大家覺得合理化 萬一被人家抽查 一百多坪 你們大概可以去查一下 民眾黨申報的租金是多少 搞不好比高雄安的五萬還誇張 面對指控 儘管柯文哲簡單一句沒有問題 但仍被質疑柯文哲標榜的白色力量已經變掉 這就代表說其實柯市長在經營的形象 恐怕並不是民眾黨的本質 現在柯文哲自己被前幕僚踢爆 用不合行情的租金 租用台北市精華地段辦公室 難免令外界質疑高雄安和李宗廷的豪宅爭議 南部城市師城黨主席柯文哲嗎 三選李文宇周凱恩之小組台北報導